要跟人学 不能跟鬼神学 偶叶大师 跟莲池大师学 那个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 莲池大师的著作在 他就专读莲池大师的书 做莲池大师的弟子 莲池大师是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 偶叶是第九代 这个不是沉传的 是后人选举的 选出来的 尽忠祖师很特别 不是沉传 后人看到你这个人 在这一生当中 对净土宗的修学 弘扬有很大的贡献 就肯定你是这一代祖师 所以祖师没有说活着在当祖师的 都是过世了 往生了 才被选为祖师 他自己也不知道 现在我听说有很多人在真的要当祖师 历史上没有这个例子 没有活着当祖师的历史 只有往生之后 大家承认他 那才能当祖师 何者当祖师 没听说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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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